据福克斯新闻网4日报道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杰夫·范德鲁称 面对共和党围绕众议院议长选举而陷入混乱 前任议长佩洛西高兴得要命 当地时间1月4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 在国会众议长竞选第六轮投票中 以201票的投票结果再次落败 民主党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 以212票的投票结果再一次占据最多票数 众议院决定暂时休会 范德鲁当天告诉福克斯新闻网 在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为选出凯文·麦卡锡 担任议长而努力之际 他看到佩洛西出现在会议厅周围 曾经是民主党籍的范德鲁称 佩洛西一直和他的民主党同僚们待在会议厅 对这场混乱高兴的要命 范德鲁还称 他和其他共和党人对议长选举难产而感到沮丧 因为他们认为共和党本来有机会 在国会推进对美国民众有意义且重要的法案 他还提到 麦卡锡已在共和党党团会议上 回应了一些港内反对者提出的要求 另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 佩洛西周三猛烈抨击共和党人 将议长选举变成了一场马戏团表演 他说这对这个国家来说非常悲哀 佩洛西嘲笑共和党人用他们的内部争吵 劫持了与美国民众生计相关的国会议程 而在众议院选出议长之前任何其他议程都无法推进 他说道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力 这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不尊重这个机构 不尊重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保护和捍卫宪法的责任 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 目前共和党众议员难以选出一位佩洛西的继任者 并以此将众议院置于共和党的控制之下 麦卡锡的党内反对者是来自自由党团的一群议员 他们一直支持自己青睐的其他提名人 最近的一位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后任众议员拜伦·唐纳兹 他获得了20票 报道称支持麦卡锡的共和党议员一直在向那些 绝不支持凯文的同党籍议员斥下压力 但几乎没有效果 双方都坚持己见 与此同时 民主党议员一直步调一致地全部支持该党提名的候选人 哈基姆·杰弗里斯 据介绍美国国会众议院共有435个席位 当选议长需要得到简单多数支持 即获得至少218张参成票 由于共和党众议员维多利亚·斯巴斯投了弃权票 候选人只需要得到217票即可当选众议长 空洞议员维多利亚 空洞议员维多利亚 城主党史轣辟 超齐 超齐